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帝连许多 一枚透露 作为曾在AC米兰效力六个赛季的旧奖 帕托对于重返圣西罗球场踢球十万感兴趣 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 表达了想要回归的愿望 而与帕托曾是队友的AC米兰主帅家图索 也是万怀引新日老战友回归 据悉 米兰体育总监负责转会事务的莱奥纳多 已经开始和帕托进行了初步接触 莱奥纳多非常自信能帮助一脚豪门 带回这位巴西小老乡 而为了能重返欧洲豪门踢球 帕托愿意大幅度降低自己在全线高达900万欧元 约合7000万元人民币的年金 可以说 目前帕托重返AC米兰最大的障碍 便是全线为其甚至的高达2500万欧元 约合2亿元人民币的娱约金 显然AC米兰并不打算为已经29岁的帕托掏出这笔钱 因此帕托要想重返欧洲踢球 只能自己束缚全线俱乐部放人 作为全线 2017年2月花费1800万欧元签下的王牌班员 帕托最近两个赛季都是球队的头号射手 本赛季在赛季初步被重用的情况下 帕托依然在22次出场中贡献了15球3柱 状态保持的相当不错 由于帕托与全线的合同仅仅只剩下一年 他能否履行完与球队的合约 将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如果帕托真的有意重返欧洲踢球 全线提前卖掉他 收回合理的转会费 或许是最现实的做法 收回合理的转会费 帕托供选航み下来 帕托供选航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